皇上明白了 这刘德说完又后悔了 刘德呀 你不用怕 安三太是我的奴才 我让他坐着死 他就不敢站着王 你放心 跟我去取这一万银子 这刘德拿不准主意啊 他看王源 穷哥们 你说我去的去不得 王源心里有数啊 刘掌柜你去吧 准能拿回一万银子 我也陪着老爷子听戏去 刘德心说 反正我也穷得低了大乐的了 不就这小包子铺吗 我也喝出去了 老爷子 我跟您去 我喝出去了 您跳河我跳河 您跳井我跳井 喝算我不打算活了 刘德呀 你真敢去吗 敢 老爷子 我保着您去 好 保着老爷子 我去一趟月明楼 我就保你一万银子到手 刘德 把我这头驴 拉到你屋里 拴会儿行吗 他呀 不会糟蹋你的屋子 没关系 老爷子 您这头驴 要是拉我一包子铺的屎啊 就准能变成金蛋 您说这句话 皇上他能不爱听吗 刘德把这驴 拉进包子铺拴好了 老爷子 咱们走吧 康熙皇帝 一瞧这两个保镖的 康熙也乐了 一个是位穷孝才 满脸的姿泥手跟碳条似的 浑身上下都是补丁 再瞧这包子铺掌柜的 系这条破围裙 有字麻花 刘德呀 你找件衣服换换 把这条破围裙 解下来吧 老爷子 不瞒您说 全当光了 就身上这一袍一挂了 围裙还不能解 里边这件破棉袄 刚才点火的时候 弄一窟窿 有字麻花 也比露着棉花墙啊 得嘞 您别嫌弃了 康熙一听 我也别说什么了 就走出了包子铺 爷儿仨溜溜哒哒 就奔了鲜鱼口了 等到了鲜鱼口 月明楼前 老爷子 您瞧 这儿就是月明楼 康熙站满了身形 一瞧这月明楼 好大的系园子呀 十间的口面 足有一百间建方 装饰的富丽堂皇 门前站着十几个恶奴家将 嘿 这劲头大了 七个不服 八个不份 有的腰里别的脑子 有的旁边戳着拔的棍 那意思啊 要是说翻了 拉过来就打 进月明楼听戏的 三五成群 一个个愁眉苦脸 手里拿着红票 康熙一看旁边没人 就跟王源刘德说 咱们进去吧 别怕 什么事儿都有老爷子 我呢 老爷子 您放心 我不害怕 老爷子 我不害怕 我保着您进去 您投了走 爷儿仨走到门前了 过了一大个 看了看皇上 老头 干什么呀 康熙气坏了 心说哪个奴才 敢这么跟我说话呀 他强压怒火 上月明楼 听戏 听戏 对 听戏 请点呢 还没给我送来的 红票呢 没有 嘿 没红票可就不好说了 老头 今儿可是安三爷 受贪之日 安三爷请客 皇上的叔叔 老四王爷都来 没红票 您要听戏呀 票价高 听得起您请进 每人识料掏钱 呵 这大个子 三清的劲头大了 康熙皇帝 瞪了他一眼 老爷子 今天我出门荒数 没带钱 先给老爷子 我寄上账吧 什么 听戏还寄账 嘿 没这规矩 没账本 听说老爷子 听戏没带钱 呼啦一下 就过了十几个呀 大头 奶的呀 北京的 北京地大了 离酒外戚 黄城四门 前海七栋 安德西平顺 住哪啊 我住在金狮子胡同 谢谢呢 光听说北京 有个铁狮子胡同 还没听说过 有个金狮子胡同呢 老头你要听戏呀 不是有熟人呢 如果你要找朋友 说明白了 你找谁 我要找别扭 找别扭 找别扭好办哪 这小子看了看 旁边这几个打手 这几个人伸手 就把八大棍抄起来了 你敢在安三爷 眼皮子底下闹事 说翻了 打你四十棍子 送到大狱里 少说 把你老小子 压个十天半来月的 康熙皇帝要翻脸了 就在这时候 康熙身背后 有人嚷着就过来了 哎 中尉 这位老爷子我认识 是我的亲戚 别难为老爷子 康熙回头一看 跑过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真精神 康熙心说我不认识 坎子上的火器 可认识这人 这位是后台唱武声的贺金章 贺老板 这大个子就问 贺老板 您认识这位老爷子 老爷子是我的亲戚 你们不许招老爷子生气 贺老板 您可知道今天腊月二十六是安三爷的生日 安三爷发的红票 没红票 记一位是十条钱 甭说是您的亲戚 就是我亲爹来了 没钱 也甭进去呀 贺金章没理他 回头就问康熙 老爷子 您几位呀 三位 老爷子 您来听戏 您怎么不找言语声呢 我好给您准备下座位 七盛茶 伺候您呢 您请进 我这有钱 说着他伸手掏出十两银子 递给这大个子 三位十两银子够不够啊 嘿嘿 这大个儿乐乐伸手接银子 够够够 有父爷 有父爷好办 你们哪 好好伺候这位老爷子 给老爷子 吃一包最好的茶叶 不许惹老爷子生气 康熙心说这人是谁呀 掏十两银子请客 你是谁呀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这大个子火气一听 嘿嘿 感情你们二位不认识啊 老爷子 这位是后台的大武生 贺金章贺老板 贺金章 康熙皇帝摇了摇头 哥们 少说话 老爷子跟我是多少年的爷们儿朋友了 老爷子有个怪脾气 认识谁都说不认识 老爷子 您保理他们 我得上庄了 快开戏了 老爷子您请 康熙皇帝带着刘德跟王远 就进来月明楼了 这伙计们 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西叔的老爷子是谁呀 咱们单说康熙 进来月明楼之后望里一看 干净 全都是硬木 八仙桌跟太师椅 听戏的呢 少说得有半堂座了 坐得挺分散 伙计伺候着 这手机板来回的飞 康熙 他得找地方坐下 这桌子旁边呢 有坐两位的 有坐一位的 皇上 皇上觉得坐得哪儿也不合适 你们两个人呢 先找地方坐下 离着我远点 听完戏 我找你们有话说 坐下也别害怕 什么事都有老爷子我呢 哎 老爷子您放心 这两个人呢 就找地方坐下了 康熙皇帝看了半天 就发现戏台对面 有一排包箱 正当中这包箱可不错 真气派啊 在这万丈旁边 贴着一幅对联 大红漆的木牌子上 写着金字 上联是万人之上 我为主 下联是义人之下 我为尊 康熙气坏了 心说谁这么大的口气 嗯 要看这上联嘛 我是皇上 我坐这挺合适 要看下联 可就不行了 得了 我就在这凑合着坐着了 康熙顺着楼梯 上了正乡 在八仙桌后落座了 这下暖雕帽 从根头搭了里 拿出来小刀子火帘 烟带烟盒布 装上一袋烟点着了 他一边抽烟一边琢磨 这个唱五声的贺金章 他为什么要花十两银子 请客呢